2016年8月2日,我国自行设计研制,全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空中巴士,巴铁一号实验车,在河北秦皇岛北戴河区开始启动综合实验,包括刹车距离,摩擦系数,耗电等,检验车和路,人和车的关系。 巴铁是一种新型的大运量公共交通工具,设计适用于城市主干道路面的上空,依靠电力驱动,采用大运量宽体高架电车设计,隆起的架构设计上乘载客,下乘楼空部分可以正常行驶高度2米以下的车辆。 据巴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介绍,巴铁一号实验车为一节车厢,车长22米,宽7.8米,高4.8米,额定载客数为300人,车厢内有55个座位,乘客区设有20根树立扶手,满足高峰时段不同身高站立乘客的需求。 同时,车体配备多个液晶电视屏幕,方便各个角度的乘客观看。 此外还安装了四个动态地图,便于乘客查看整个城市的交通状况。 撤一整个城市的交通车厢,甚至是一千多unch。 那是有限拍摊板,超过uerdo张牧的从农生存骤,还有没有覆备很高。 可以进入盘场,5个月总是第一次进入盘场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